前海基會董作洪祈昌 他則說 鄭文燦擔任海基會董作 代表的是賴政府在兩岸政策 拋出了正面的回應 促進兩岸相互理解 旅遊互訪 鄭文燦和邱璀正 他認為這叫做完美的搭配 三三會的理事長林伯峰則表示 他期盼新政府能夠主動開啟 兩岸的溝通管道 鬆綁兩岸經濟 觀光 還有文化交流的限制 積極來維持ECFA 而民進黨人士則說 賴政府的人士佈局 對於大陸兩個最重要的位置 就是陸委會跟海基會 用的是支中派的邱璀正 還有鄭文燦 反映美國也盼望兩岸能夠對話 如果520之後 陸委會 海基會 都是由綠營黨內的所謂的歌派 支中派來掌管 是不是代表賴政府正逐步要洋氣過去 因為意識形態 而動不動就扣紅帽子的做法 未來兩岸有機會 能夠重新走向正常的交流嗎 立文你們看 我認為第一個先講鄭文燦 就是我對他升起了一個 非常嚴重的側隱之心 覺得他實在是非常的可憐 非常的慘 那麼我覺得賴清德說實在 這一手還蠻狠的 直接把他冰到冰庫裡頭去 而且還是地下室的冰庫裡面 新潮流呢 有一個非常有名的支中派 叫做洪其昌 他當時是創新潮流的重要大佬 也在陳水扁末期的時候 接任了一樣的海基會董事長 最後洪其昌是被新潮流開除了 新潮流開除了他們自己的創流元老 所以你看鄭文燦接了海基會 他面對的是同樣的問題 就是說上面的大老闆 民進黨的緊箍咒 台獨黨綱 如果沒有辦法做適度的處理 沒有辦法接受 某個程度的接受九二共識 他這個海基會董事長 連大陸都沒有辦法去 怎麼當 而且這些台商也不會買他的帳 所以基本上他就是被冰到 政治的冰庫裡頭 所謂的打入冷宮 那麼鄭文燦的確是一個 務實的柔軟的身段 但重點是上面解鈴還需細鈴人 事實上賴清德的風格 會跟蔡英文不太一樣 賴清德並不欣賞 那一些喜歡打嘴炮的 然後喜歡用這種非常 low的方法 給人家扣紅帽子 講得很難聽的 然後在這上面耀武揚威 在嘴巴上面得逞強的 但是這並不代表 今天賴清德已經做好了準備 要在政治上 在兩岸關係上面 鬆綁 柔軟 轉型 相反的 我覺得賴清德基本上 因為他對兩岸政治的 現實的認知是有問題的 他如果真的想要 在兩岸上面突破的話 他應該把蔡振元請去他的總統府 讓他上 好好的給他上下 你別嚇我啦 讓他知道什麼才是真正的 現實的中國大陸 到底他們的思維是什麼 兩岸的癥結在哪裡 我認為賴清德這些人 根本不曉得 所以他接下來我剛講了 他不會打嘴炮 但他會怎麼講呢 他也不會高舉著這種 法理台獨的棋子 因為他高舉這個棋子 他會先被美國人打耳光 那賴清德會做什麼 身為台獨精神 我講過了 一個就是文化的去中國化 文化台獨 所以你看 政立軍組長 這個傅格奎之後 一定會在很多的 這個文化領域上面 強化這一點 第二個就是在產業的去中國化 就是我說的 為什麼用郭志輝接經濟部長 因為要全面的新東向 要全面的配合美國 完成美國的 尤其是高科技的產業鏈 要讓台灣徹底的未來 跟中國大陸脫鉤 不可以幫中國大陸 所以不只是台積電搬到 到美國去設廠而已 而是台積電的整個的上下游 整個的產業鏈 希望台灣要全部的搬到 這些人都要到美國去設廠 這是美國早就已經宣布的 一個方向 而且郭志輝他在成立 幫忙政府成立新東向 這個聯盟擔任理事長 這兩年都在積極的 做這件事情 這也是接下來美國最在意的 美國並不希望民進黨 在口頭上面去挑釁中國大陸 造成不必要的軍事對立 跟衝突以及危機 但是軍購是一定要買的 一定要買賬的 另外就是產業鏈 一定要配合整個美國的全球布局 這才是美國人要的 也是現在賴清德已經完全答應 美國人要做的 所以在產業上的去中國化 在文化上的去中國化 才是賴清德真正要做的 這個哀哉啊 哀哉鄭文燦 從過去的大哥現在被 冰入冰庫裡頭 我不知道他未來什麼時候會翻身 會不會翻身 但是我並不認為賴清德打算在兩岸上面 一改他過去台獨今孫的那種 頑固的信仰 他只不過是要讓美國人安心 改走不一樣的路線 來滿足他自己 還有台獨基本教育派的種種期待 我要回過來說鄭文燦 鄭文燦啊 這個就是要到冷宫裡面 去待一段時間 誰說這個海基會有決策權 從來沒聽過 我們的對大陸跟外交的重要決策 單位一總統府 二國安會 三陸委會 再加個外交部 從來沒有輪到海基會 海基會董事長 包括江炳坤在的時候 都輪不到這個做決策的 的一個權利 但他就是一個德高望重的人 好看擺出去握握手用的 可是看一看鄭文燦年紀不大 難道賴清德安心他說 你夠大了 可以退休了 是不是這個意思 我也不認為 那實在找不到位置 隨便把他冰在那邊 我認為他真正的目的是說 讓他休息一下 準備在未來選新北市長 這可能性的發展是比較大的 至少我的政治嗅覺告訴我說 這個期是準備 讓他更有時間去選新北市長 因為海基會董事長很好看 到跑跑團對不對 這個名字名字很大 因為海基會董事長在我們臺灣的體制上 是院長級的 那你說能夠春暖花開 那想的太多了 比鐵樹開花還困難 春暖 因為你弄個秋錘正當陸委會主委 你告訴我說你會有什麼轉向 我才不相信 然後你這個外交部弄了一個林佳龍 國安會弄一個實鐵桿子的台獨 吳釗燮 那怎麼可能對不對 你就擺明就是要跟中國大陸說 來 我們帶他拚一拚 加油賴清德加油 這個但是不要把我們其他人 像烏克蘭人那麼可憐 被哲倫斯基給拚進去了 那目前鄭文燦他只能 也只能這個選擇 誰要賴清德說 你幹嘛抄論文 還被許曉信拿修理 對不對 抄論文對不對 然後你還去有一個 有一個身為影片 對不對 賴清德當然有理由 把你冰在那邊 所以這種政治鬥爭 有時候黨內也蠻殘酷的 他年紀也蠻輕的 那重點在哪裡 因為有一段時間 蔡英文認為他是大阿哥 要把老阿哥賴清德 動在那邊 沒想到老阿哥 這個這個什麼 糞坑裡面翻身 對不對 竟然突破蔡英文的打壓 那現在你看過 雍正王朝沒有 那種那曾皇位 那種恐怖的狀況 那絕對比曾環鑽還嚴重 所以現在就是你已經在 皇太子這個位置 敗下陣來了 你的皇太子 已經準備要登基 那沒有先把你擺到冷宫 已經不錯了 就在古代 就殺頭的案子 對不對 所以這個鄭文燦能夠果言 殘喘於亂世 暫時不求文打與賴清德 是保命安生的好方法